我的手机是iPhone X 今天早上我数了一下 一共安装了209个APP 根据屏幕时间APP的总结 我一天大概花了5个小时在手机上 但是自从我前几天做了以下三件事以后 用手机的时间减少了一半 首先去设置 然后点击显示与亮度 再关掉抬起唤醒 这样你的手机就不会因为被轻轻碰了一下而亮起来 虽然看起来是一件小事 但是闪亮的屏幕就像魔戒一样在召唤我们去解锁 接下来还是在设置里去通知 然后分别进入每一个列出的APP 把允许通知给关掉 也许你会说 那我看不到微信提示了怎么办 放心 你不会突然就不去看微信的 关掉通知只是减少你被魔戒召唤的频率 最后这个步骤是最简单 也是最有效的 我以前把自己的200多个APP分别放在了不同的文件夹里 里面有社交 工作 电商 理财 等等 常用的APP单独放在首页 这样一来找任何APP都能在三次点击以内解决 但是现在你需要做的是进入设置 通用 然后点击最下面的还原 选择还原主屏幕布局 你会发现之前精心安排的APP都散架了 苹果自带的很多无用的APP都回到了首页 而其他的APP按首字母排列进入了九个屏幕 这种排列给寻找任何APP都增加了不少的搜索脑力消耗 会极大减少 你没事就点开一个APP看的频率 重点提示 千万不要把微信放回首页或者快捷访问区域 这样会让整个计划都失去意义 APP的产品经理 通过研究用户的行为和心理 已经把我们变成了手机的努力 这些小技巧 无非是以牙还牙 减少负面条件反射出现的机会 让惰性为我所用 其实都算是行为经济学的范畴 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 是我们解放自己的时候了 感谢收看忍者ATM 每周一条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账号 at忍者ATM